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区块链项目是Swinka 那现在我们在它的官方网站上我们一起来浏览一下 在它的网站的右上方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国家的语言 方便我们更好的去查阅 Swinka生态系统 它们的目标是通过房地产代币化 加密支付租赁银行等多个项目 来开发去中心化和跟全球化的区块链金融 如果我们大家小伙伴有对这个项目非常了解的话 我们在这里是可以进行直接购买的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所上的一些交易所 以及它的三个优势 Swinka已交到许多有声望的听众手中 完全透明并且不断寻求改进 他们对于投资者的安全也是非常的慎重 以及他们制定了一项综合战略 以及投资者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资本的累积的情况 那这边呢是它的一个计划 Swinka它这边是有很多项目 所以他们希望在所有的领域实现 区块链和去中心化金融的一个民主化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有出租 租赁项目 比如说他们的Airbnb 还有它的房地产代币 Swinka的基金会 还有Swinka的银行也即将会推出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Swinka它是一个平台 提供及时投资房地产的机会 让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多属性的所有者 好这是它的主要的网站上的主要页面 我们现在来到它的白皮书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在Swinka的这边点击白皮书进入 去了解它的这个项目 从它的这个目录上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主要的介绍 以及它的代币提供的信息 它的这个愿景 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式 投资Swinka的20个益处 还有它的投资战略 优先投资者的一个优先通道 还有Swinka的银行 我们在这里都可以看到 这是目前关于它的一个简要介绍 Swinka呢它这边90%的加密货币交易变得更快 它是周围最好的一个数字的房地产代币 那我们现在可以在LA token这个平台上 去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用户 交易货币 交易货币 以及托管资金等 关于Swinka 关于 关于Swinka的代币的好处 我们可以看到它首先它有奖金 它的特殊功能是令牌将允许访问没有代币的用户 无法访问的特殊功能 也就是说我们拥有它的代币 我们将会访问一些其他你免费用户 你无法访问的一些特殊功能 那这边可以看到代币的分配 5%用于创始团队 15%用于发展基金 那80%用于ICU 以及它的路线图 2021年的路线图和2022年的路线图 这边介绍了如何去购买 Swinka 的代币 它非常简单只需三个步骤 第一步呢我们就是注册创建我们的账户 然后进行验证 然后就可以开始购买 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点击去完成每个步骤 这边会有一些经常问的问题和解答方式 Swinka 它们即将推出的这个银行系统 我们现在可以来了解一下 Swinka 的银行系统 那在这里呢我们点击进入 这是它们即将推出的银行 关于Swinka 的房地产 他们所涉猎的房地产 可以看到合作伙伴 使用Swinka 的代币 你可以随时投资房地产 这是他们的房地产的一些信息 目前在迪拜以及里斯本两个城市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LA Token 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的Swinka 代币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点击去观看视频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可以点击视频进行查看 那关于Swinka 它会这边有一个主要的介绍 代币的分配 以及它的代币的一些数据信息 供应量 首发 以及类型 Swinka 的一些战略 还有团队 团队成员 这是他们的合作伙伴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Swinka 的代币信息 关于 Swinka 的房地产 世界 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应用 区块链的应用 目标就是给每一位用户提供一种可能性 去投资房地产 我们在点击这里呢是可以进行加入的 是的点击这里我们就可以加入到这里 可以在这里进行 支付 购买下订单等 那关于拉托肯呢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它是 非常厉害的 也就是 它是自2017年以来在 创业代币以及市场中排名第二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福伯斯榜上 它是 福伯斯前三十的公司 所以 拉托肯这个公司 它的这个平台 是非常 值得我们去信赖 那 Swinka 在这上面 上市 也是 对大家来说 更值得我们去信任 更放心一些 因为它这个平台 它拥有二百多十个IEO 超过 两百万的注册用户 和一百万的安卓应用程序安装 这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我们的 Swinka 在这里 我们可以进行购买 在这个平台 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安全 有保障 对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LHIN的主要特点 去中心化的 市场 所有其他区块链都使用它们的原生代币 通过网桥连接 自动在平衡处理所有连接网络的流动性和平衡 那么在这里可以进入进入我们的这个 DFI的中心启动应用程序 对在这里我们可以点击下载 或者是进入到我们的 LHIN的这个应用程序里 大家可以先在这个平台上去进行购买 好 今天我们所有关于 Swinka 的内容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进入他们的官方网站 进行查阅和 了解 我们下期再见